科学家表示,至少从1988年开始,一个名为JPMJ1839-10的天体,不断向地球发射无法解释的脉冲信号 地球上每年都能探测到这种信号波,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此次翻阅档案时才发现,该信号源至少已经持续不断出现了35年 它距离地球约15000光年,这个神秘的天体一直在发出20分钟不同亮度的能量爆发 它的电波性质并不符合世界上任何已知的理论和模型,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,或者它是谁 研究人员首先考虑到可能是一种脉冲星,如果波的强度足以在地球上被接收到 那么它一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旋转速度,但是尽管这个天体看起来很像脉冲星 但是旋转速度要慢上1000倍,与预期不符,其次它也可能是白矮星或磁星 但是如果是磁型的能量爆发,应该只能在几个月至几年的时间长度内可见 而不是长达35年 不过也有人认为,可能是外太空其他的生命形式在发送信号 不过这一理论尚未得到证实 目前种种疑问让科学家们又回到了原点 但幸运的是,这一神秘信号源至今仍然活跃 我们仍然可以对它进行观测 希望通过后续的观察和分析能够解开这个新的宇宙之谜 加拿大蒙特利尔·麦吉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维多利亚·卡斯皮也表示 大家正在继续努力寻找这些奇怪的信号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些数据中还隐藏着什么 我是斯文 我会在这个频道更新一些有趣的事物 我们下个视频见